讨债的青蛙 在村子旁有一条河流 河水清澈 里面鱼虾丰富 而村民们则经常在河里 抓鱼捕虾来贩卖 或者带回家吃 阿德啊,不错哦 你竟然抓到了这么多鱼 是啊 是啊,今天运气的确不错 哎呀,这些鱼 不但足够我们一家人饱餐一顿 剩下的还能卖不少钱呢 阿坤,你抓到多少鱼啊 别提了 我看今天这河里的鱼 都给阿德抓走了 我到现在一条鱼都没抓到 哇,这次看来有收获啊 你看,完了有东西在挣扎呢 哦,我还以为是鱼呢 原来是几只青蛙呀 这东西没有用 阿坤,赶快扔掉算了 这样可以再快一点整理好网子 再次下网捕抓的 扔掉?那怎么可以呢 鱼没抓上来 再把这些青蛙扔了 那我今天不是什么都没有得到了吗 可是你要这些青蛙又有什么作用呢 这些青蛙也是可以吃的 尤其是青蛙腿和鸡腿一样美味呢 啊,你不会真的要吃这些青蛙吧 哼,其实吃青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城市里很多餐厅都卖青蛙腿呢 而且它的价格可比鱼贵多了 你听到没 青蛙腿可是好东西 只不过现在吃它的人手 如果大家都知道它的美味 都来这里抓青蛙 那我们想吃还不一定能抓到呢 阿坤 我劝你还是把这些青蛙放掉吧 老婆 让我放掉这些青蛙是什么意思啊 要知道 这些青蛙可是庄家的保护神 它们会吃到大量害虫 阿坤 青蛙替我们守护着庄家 而我们却吃它 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老婆 你想的也太多了 我不过是抓了几只青蛙吃 这怎么能说是恩将仇报呢 阿坤 世人都说善恶有报 杀生遭恶果 而你这不但是杀生 杀的还是有恩于我们的青蛙 这样的罪过也是很深重的 老婆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我杀青蛙就要遭恶果 那他们抓鱼抓虾就没事了 我还偏不信这个邪 哼 哎 阿坤 阿坤赌气似的将捕捉来的青蛙 全部杀掉做菜来吃 而且之后的日子 他经常去河边抓青蛙 像是跟老婆斗气似的 哎呀 阿坤 你抓青蛙的本领 可比你抓鱼的能力强多了呀 要知道 现在吃青蛙的人 比吃鱼的人多出很多呢 听说很多人会来乡下 花钱收购青蛙呢 是吗 真的会有人吃过青蛙吗 哇 抓了这么多青蛙呀 呃 这位朋友 这些青蛙是你抓的吗 是啊 这些青蛙你要卖吗 哇 还真要收青蛙的呀 你要青蛙做什么 最近都市里很多餐厅都用青蛙做菜 尤其是青蛙腿 价格可是不便宜啊 如果你能常年提供青蛙腿的话 我愿意抽高价收购 好啊 没问题 哎 那这些青蛙 我现在就要带走 麻烦你将它们的腿割下来吧 我只要青蛙腿 这没问题 很简单的 说着 他一手抓起一只青蛙 一手掏出一把剪刀 然后用剪刀剪断青蛙的气管 取下青蛙的腿 河水被青蛙的血都染红了 阿坤将截取的青蛙腿递给了小贩 小贩递给了阿坤一大笔钱走了 真没想到 青蛙腿竟然这么值钱 怎么样 想不想赚钱啊 要不明天你跟我一起来这里 抓青蛙吧 好啊 我也很想要赚钱的 真的想不到 青蛙可以这么值钱的 从那天起 阿坤便每天来捕抓青蛙 然后只取下他的腿 等着小贩前来收购 村民们 见他这项五本的收入 非常眼红 于是也纷纷开始抓青蛙来卖 阿坤 还是你厉害啊 这么一会儿时间就抓到了这么多青蛙 怎么回事啊 青蛙怎么这么难抓啊 如果说抓鱼的话 我可以抓很多 可是抓青蛙真是太难了 是啊 你抓鱼的确厉害 但是现在鱼可没有青蛙值钱 要知道 一斤青蛙腿 比十几斤的鱼都贵呢 看来 我是没有赚这钱的能力啊 要说阿坤抓青蛙 的确是厉害 阿坤你看 熟青蛙的来了 是啊 真的来了 看来得赶快将这些青蛙的腿捡下来 这些是给你们卖青蛙腿的钱 要麻烦你们再多抓一些的 这样我们双方都可以赚到很多钱的 好的 没问题 看来我是没有福气赚这个钱了 你以为能赚到那些钱是福气吗 其实那是替未来埋下祸害呀 老伯 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为了赚这点钱 他们杀害了多少生灵啊 用命换来的钱 哪里会有福气啊 我早就劝阿坤不要这样做 可是他不但不听 还让更多的人和他一起抓青蛙 这样一来 他身上的罪孽那可是更加深重了 人在做 天在看 只怕很快便会遭到上天的果报啊 阿坤他抓了青蛙 就换钱买酒喝 日子过得非常快活 哪里像要遭到果报的样子呀 要知道 沉重的果报 可是能要了他的性命 真等到上天的果报降临 可一切就都晚了 老伯 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杀些青蛙就会丢掉性命 那果报 那果报也太可怕了吧 当然 上天并不会在一开始就让他丢掉性命 上天会提醒他不要这样做 提醒的方式就是 果报一开始是轻微的提醒 如果他不及时悔改 那更大的果报就会降临 其实 这也是在提醒他不要做孽 及时收手 可他如果还不思悔改的话 上天最严厉的果报就会降临了 那时候的果报 可就不是提醒了 而是严厉的惩罚 半个月后 阿坤在河里抓青蛙的时候 不小心被河底的一块玻璃 隔伤了脚 婴儿受到了感染 走起路来 非常疼痛 阿坤 你的脚好些了没有 已经好多了 不过还是不太敢着地 既然这样 阿坤你还出来做什么啊 在家里好好休息吧 屋子里实在是太闷了 我出来透透气 你看 那不是阿坤吗 阿坤 阿坤 你们怎么来了呢 阿坤 这位老板特意跟着我来找你啊 阿坤 你的脚这是怎么回事啊 别提了 到河里抓青蛙的时候 被一块玻璃割伤了 原来是这样啊 难怪 好多天都没有看到你 阿坤 你的脚 现在怎么样了 能抓青蛙吗 阿坤 这些日子 你没去河边抓青蛙 可把这位老板给急坏了 要知道 我们这些人抓青蛙的本领 可比不上你啊 可比不上你啊 就是啊 阿坤 最近 我需要大量的青蛙腿 可是 它们根本无法给我这么多的量啊 阿坤 你能去抓青蛙吗 我愿意出双倍的价格 跟你收购 啊 出双倍的价格 是啊 希望阿坤你能多多帮忙 好吧 那我就去河边帮帮你啊 阿坤 你的脚伤不是还没有好吗 不能落地吗 这样 你怎么能去抓青蛙啊 阿坤 你真的还要去抓青蛙吗 当然了 这位老板 可是出了双倍的价钱呢 而且 我在河边布下渔网 也可能抓到青蛙 脚伤根本不碍事的 阿坤 难道你就没听到 村子里的老人们 是怎么谈论你的吗 他们说 你的脚之所以受伤 那都是报应啊 这话是谁说的 我脚受伤了 怎么就是报应 哼 真是无稽之谈 你干嘛 要和阿坤说这些话呀 你看 他生你气了吧 我这不是 想规劝他 不要再杀害青蛙了吗 老伯不是说 如果他还这样下去的话 一定会遭受 更严重的果报的 脚伤有点好 但未痊愈的阿坤 仍继续捕捕捕捉青蛙 而且每天都会将捕捉来的这些青蛙 进行宰杀 因此很快更严厉的果报 便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了 阿坤 小心点 马上就到家了 没事,我自己能回家,不用担心的 你看,今天阿坤又喝多了 是啊,这几天他每天都去喝酒 看来他抓青蛙赚了不少钱啊 阿坤今天又喝了不少吧 是啊,自从收青蛙的老板把价格翻了一倍后 阿坤每天都能赚好多钱呢 赚了钱,他就叫我跟他一起去喝酒 不得不佩服他抓青蛙的本领呢 阿坤真是执迷不悟啊 这样下去可不妙啊 早晚会遭到果报的 什么遭果报啊 他抓青蛙只会多赚钱 哪里会遭果报 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青蛙 青蛙怎么跑到家里了 看我把你剪成两半 可恶的青蛙 我就不信 我剪不到你 真奇怪 怎么都剪不到呢 哈哈哈哈 我有办法了 青蛙 看我能不能杀死你 啊 酒醉的阿坤 酒醉的阿坤 用剪刀将自己的喉管剪断的事情 很快便传开了 大家都说 这是他杀青蛙的果报 因此村子里再也没有人敢抓青蛙 杀也太重 必受果报 希望大家爱生护生 众生性命平等 不要贪图一时美味 一点钱财 而犯下地狱之暴啊 真的会发生�� 杀青蛙